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一起来关心在疫情影响之下 2021的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 终于要在11月19号到21号 在花莲县体育场德新大草坪来登场 3号上回县政府也特别在台北举办了开幕记者会 县长许正卫、立法委员傅昆奇、郑天才等人 共同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原住民盛会 感受花莲原住民文化的热情与魅力 疫情影响延期的2021 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 终于将在11月19号到21号 在花莲县立体育场旁的德新大草坪举行 3号上午县政府在台北远东香格里拉酒店 举办了开幕记者会 阿勒卑斯文化艺术团带来歌曲 以及今年大会舞曲、一曲爱海洋 揭开序幕 国立县长许正卫身批情人带 带领阿美族勇士向全国乡亲报信息 包含了立委、郑天才、郑坤奇等人 也都力邀全国民众来花莲 来到花莲舞一场跟我们族人手牵手 舞一场原住民的我们的歌与舞 之后到部落里或者到山间里 或者到海洋边或者到温泉 淘宝温泉以及躺在山上下 看我们的星空多美 每一年我们都来到台北来欢迎 以及真为代表所有的族人来欢迎大家来到花莲 回家了回到感恩西里的美地 原住民族联合丰联节即将展现 阿美族布农族、泰鲁阁族等 花莲县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记者会现场也展出了部落特色手工艺 美食、农特产等摊位 期盼吸引游客实地造访部落 联合丰联节三个夜晚将带来 原民特色精彩表演 并规划周边100个摊位 还有最精彩的千人共舞大会舞 也欢迎全国民众11月19到21号 一起到花莲体验丰联节的热情 记者蒋邦彦 台北市采访报道